看这个人一球 卡佛斯要大泪 罗伯特卡佛斯直接一脚射门球进了 随后 巴西队继续沿右侧展开攻势 队长卡佛相继摆脱吴承英和李伟峰之后 最后在禁区内完成的竞射被门将将军奋力化解 比赛第25分钟 李瓦尔多面对5名中国队队员形成了突破 好在李伟峰最后卡住身位将球突出了底线 几分钟之后 卡佛面对李铁的防守将球船中置进去 皮球随即被杜威解围之后 天才中场罗纳尔迪尼奥送出的撩船 直接帮助队友获得了推射空门的几个 最后 李瓦尔多的进球帮助桑巴军团扩大了领先优势 随后 李铁与赵俊哲相继放产都未能阻挡罗纳尔多 外星人在吸引防守之后将球顺利的摘住 巴西队通过左侧的传递由卢尼尼奥送出船中 这次又是李伟峰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将球划几 上半场第36分钟 中国队获得了绝佳的破门机会 可惜马明宇最后的攻门太过于注重发力 再次轮到巴西队展开攻势 小罗在左侧稍作观察将球传向进去 不过大罗最后完成的投球针顶稍显勉强 比赛第43分钟 大罗通过与小罗的撞墙配合突入至进去 最后 李伟峰和杜威两人合力才将外星人拉倒在地 而点球的判法肯定也是摆上钉钉的事情 小罗骗过门将将军一蹴而进 巴西队带着3比0的比分走进了中场休息室 下半场一边在战 中国队率先利用反击将球封到了前场 马明宇面对贴身钉防闪开了射门角度 但最后完成的攻门没有提出应有的水准 随后 卡夫连停带过摆脱了吴承英的防守 随即又面对李伟峰的补防将球横敲至门前 最后 无人盯防的罗纳尔多轻松破门将比分扩大至4比0 比赛第58分钟 巴西队再次非常轻松地撕开了中国队的左侧防线 好在卡夫这次的停球稍大 让小将杜威获得了表现的几落 一分钟之后 齐鸿与马明宇在前场打出了精彩配合 可惜国足队长面对卢西奥的防守丢失了球权 随后 赵俊哲的射门又被立住拒之门外 这也成了中国队此次世界杯之旅最遗憾的画面 比赛第69分钟 少加一主罚的任意球再次离进球差之好理 随后 巴西队险些攻入比赛的地母立进球 罗纳尔多在中国队的禁区犹如无人之境 好在门将将军通过神奇的两连扑才将险情化解 几分钟之后 巴西队继续沿左侧展开攻势 徐云龙也迎来了与德尼尔森的第一次正面对话 国安小将面对大场面毫不计算 最后也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 尽管大笔分落后 但中国队队员依旧在认真的对待比赛 下半场第80分钟 中国队在化解对方的逼抢之后 少加一利用急停变相将球交至左侧开阔阻弹 阳谷顺势向禁区内送出止塞 只可惜小将驱波在与巴西后卫的较量中没有站得先进 两分钟之后 中国队又通过中场的抢断迎来了进攻击动 追风少年这次尝试上演千里走单级 不过最后面对巴西队的包夹防守未能如愿 比赛第84分钟 徐云龙迎来了与德尼尔森的第二次正面对话 面对对方突如其来的汤球过人 国安小将直接卡住身位完成防守 而且随即的处理还获得了现场球迷的掌声 随后中国队再次沿中圈组织进步 8号李铁也是展现了不俗的推进能力 随即送出的分球可以说是多有大将风范 曲波与少加一利用撞墙配合突入进去 可惜皮球最后被门将马德斯出击化解 比赛第91分钟 徐云龙迎来了与德尼尔森的第三次正面对话 国安小将这场比赛的表现 也是让巴西球星刮目相看 虽然中国队最终还是以0比4的比分势力 但是能够站在世界杯的舞台 其实已经是一种胜利 感谢观看